天水維嘉湖山莊月初成交赤價創出97後的新高 去到4114元 但近日有買家寧願虧5萬元細訂、撻訂離場 是否預視樓市泡沫氾濫甚至即將爆破呢? 創立指數的成大教授曾冤昌說 股市插水、投資者周轉不靈是買家撻訂 或是蝕讓盤湧現的主因 他認為本港樓市泡沫並未氾濫 樓價中線還會繼續升 北華鎮淵昌說 短期樓市走勢會有調整 因為勾債危機是一個重要的隱憂 不至於調整幅度就要視乎希臘的政局 鄭遠昌指樓價受到多項因素影響 即使政府未來積極出招壓抑樓價 不相信亦都難以平穩發展 他說樓市已經泡沫 但泡沫只是剛剛開始 香港風頻熱視記者 郭榮詩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